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骑着自行车 守在玛莲娜的屋前 屏着呼吸 等着这个美丽的女人出现 热浪滚烫地吹着这座小岛 白色的高跟鞋 修长的小腿 白色的连衣裙 浓厚卷曲的黑发 如此炽热的阳光下 她的双眼依旧凝落冰霜 她挽着手提抱 踩着高跟鞋 一步一步地走着 这是玛莲娜的父亲 是学校的拉丁语老师 莲娜托无心上课 脑子里都是玛莲娜 夜不浓妹 一群比雷纳托年龄稍大一些的孩子 在海边学数学 这个卷发厚嘴唇地说 有天翘克到玛莲娜的屋前 她叫我买烟 我拿钱的时候 她睡袍掉在地上 全身赤裸地站在那里 这句话被雷纳托听到了 大家开始尽笑了 雷纳托翘克跑到玛莲娜屋前等着 阳光明媚 海风轻柔地吹着 门开了 玛莲娜叫雷纳托过去 雷纳托蹲下捡起硬币 修长的小腿 如鼻玉般光滑 睡衣被海风吹着飘动起来 雷纳托继续坐在玛莲娜的屋前 要是这样就好了 雷纳托把爸爸的长裤拿去改了自己穿 被爸爸狠揍一顿 雷纳托说自己长大了 穿短裤羞死了 爸爸说 哪天有人把咱们伟大的领袖头打包 你就能穿长裤了 雷纳托顺着玛莲娜屋前的大树 爬到玛莲娜的一扇窗户前 窥视着玛莲娜的生活 雷纳托到理发店剪头发 只能坐在小孩子的位置上 他非常渴望自己快点长大 像大人一样坐在大人的位置上 曼妙的身体 阳光就这样慵懒地洒在他的身上 在读着什么呢 可能是丈夫的信吧 雷纳托每天晚上都来到这扇窗户前 这扇窗户就是雷纳托的另一个世界 玛莲娜在屋子里抽着烟 放了一张唱片 抱着丈夫的照片 频频起舞 她摇曳的诱人身姿 聆听的音乐 呼吸的空气 和她有关的一切都会成为雷纳托美好的幻想 在玛莲娜听的音乐中 在玛莲娜呼吸的空气中 她优雅地走在街上 像黑夜里的一盏光 没有人的眼睛能掏开她 她走过大街小巷 穿行在这个平凡的小岛上的每一条街道 总座小岛仿佛都是她的红毯 下巴微微扬起 她走过屋前的小路 广场 走到一个石屋前 所有人都定住 所有人的目光都锁在她身上 无论男人女人 她面无表情 与目瞪口呆的人擦身而过 大家说她肯定有个情人 这下被雷纳托发现了 雷纳托心情郁闷来到电影院 雷纳托的青春期幻想已经如梦似幻了 女人们都在谈论着她 她为什么不架在自己的镇上 肯定是没人要她 听说她是个裁缝 这衣服也太粗业了 我儿子说她看起来太假 不讨男爵的情妇就好很多 男爵一周过来睡她一次 这个女人叫基娜 是男爵的情妇 玛琳娜装得这么清高 以为我们不知道她都干了什么 玛琳娜只是从这里走过 就已经烟消四散 嫉妒就像拨洒在地上的种子 在这里的每一个女人的心里疯狂地长着 总有一天会长大 使人面目全非 雷纳托的春梦比导演拍的电影都精彩 只是动静有点大 吵到了爸妈 玛琳娜的丈夫尼诺死了 消息不静而走 瞬间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镇上开了声势浩大的追悼会 只是大家谈论的 不是这个卫国军区的英雄 君哥还在想着 英雄的妻子却只能躺在家里哭泣 雷诺的死 对这里的所有人都是好事 除了玛琳娜 打台球的男人在下流地说着玛琳娜 雷纳托在水里吐了口痰 他只觉得他们恶心 妇人们在嚼舌根 雷纳托帮他洗一下手提包 所有人都在下流无耻嫉妒地 谈着玛琳娜 雷纳托来了教堂 找了一个长得不是那么丑的雕像前 祈祷他保护玛琳娜 自己每天来点一只蜡烛 对于这些下流地谈论玛琳娜的人 雷纳托都会友好的问候 玛琳娜的世界因为凝顿的死 变得支离破碎 心神不宁 但是雷纳托的春梦 似乎总也没有尽头 爸爸发现了雷纳托的秘密 说他是变态 妈妈共是烧掉了玛琳娜的内衣 爸爸把雷纳托关在家里 雷纳托三天不吃不喝 来看医生 医生说没什么事 需要出去透透气 马路上的行人 骑自行车的 摩托车的 开汽车的 每个人都像向日葵一样 路过必看向玛琳娜的无钱 有人写了匿名信到学校 玛琳娜的父亲无言面对 离开了学校 同学们在下流地谈着 这下能睡到玛琳娜了 雷纳托和他们打了起来 教室变成了罗马角斗场 凯迪正尉离开玛琳娜 在门口遇到了医生 医生说玛琳娜是自己的未婚妻 两人打了起来 不是寡妇门前是非多 而是烂人容易跑到寡妇门前 事情在镇上传开 大家积极地讨论着 医生被老婆赶出门了 不邪的男人说 医生没错 都是玛琳娜这个小三的错 应该把她关进监狱 楼上的女人说 凯迪正尉那么正派 肯定是玛琳娜勾引她 父亲换掉了门锁 玛琳娜无助地离开 医生的老婆告玛琳娜 玛琳娜只能去找律师 律师巧言善变 帮玛琳娜因了官司 把医生关进了精神病院 凯迪正尉被发挥到外地 军队对凯迪正尉的审讯中 凯迪正尉说 她和玛琳娜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但是玛琳娜是当真了的 自从尼诺死后 这是第二次被伤害 回到玛琳娜的家中 律师无耻地强奸了她 雷纳托满是愤怒 从树上摔了下去 她来到教堂 对那个雕像说 你没有遵守约定 保护玛琳娜 打掉了雕像的手 雷纳托来到电影院 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了缉纳 上次爸爸说 哪天谁把咱们的领袖头打爆 你就能穿长裤 律师是个马宝奶 他的妈妈不同意 他和玛琳娜结婚 律师便离开了玛琳娜 穿着长裤的雷纳托 终于可以坐在大人的位置上 剪头加秀面 谢谢 玛琳娜走在路上 现在没有了尼诺的保护 和律师也已经分手 人们对玛琳娜开始肆无忌惮 嘲笑 挖苦 下流的话像子弹一样 打到玛琳娜的身上 尼诺的抚恤经被磕扣 玛琳娜连基本的吃饭都成了问题 盟军的轰炸开始 玛琳娜的父亲死在废墟中 葬礼上 男人们也不忘了开游玛琳娜 无论什么身份 地位 职业 玛琳娜剪掉了长发 美丽的女人在失去庇护后 美丽就变成了罪恶 玛琳娜流下了眼泪 她想快点长大 玛琳娜染了头发的颜色 风姿彻跃跃地走在街上 女人们的嫉妒 已经生老到成熟期 不再是麻麻烈烈 而是想动手剪掉她的头发 口气也变得咬牙切齿 玛琳娜把烟放在嘴里 瞬间就有无数的男人贴上来 玛琳娜的春梦继续做着 只是动静实在太大 爸爸已经听不清录文集里的声音 玛琳娜做了吉娜的同事 客户是一群纳粹德国高官 男人们下流地聊着 聊着自己心里龌龊的自己 女人们唾起玛琳娜 高高在上的语气 脸上却是始终消散不去的羡慕和嫉妒 雷纳托大病一场 她的春梦结束了 妈妈的土方法治不好雷纳托 爸爸带雷纳托来到医院 科学地治好雷纳托的病 玛琳娜问了雷纳托 第一次吗 雷纳托说不 我在脑子里重复了无数次 我想到了苏格拉底讲过的一个故事 一个人没考上大学 来到东关打工 在这里 她的女神只要五百块 纳粹战败 盟军进入了西西里岛 玛琳娜之前和德国人勾搭在一起 现在终于有机会教训她了 女人们心里的嫉妒种子长大了 成熟了 他们把玛琳娜偷到广场上 拔光她的衣服 打得满脸是雪 双如坦露着 这是对女人最大的侮辱 当然 这些女人当然知道这是最大的侮辱 玛琳娜上了火车 离开了这里 雷纳托站在月台 摸送她离开 嘈杂的人群 玛琳娜离开这里是好事吧 雷纳托心里想着 雷纳托把玛琳娜喜欢的那个音乐唱片 扔进了海里 她要长大了 结束这场春梦吧 尼诺回到了西西里岛 少了一只胳膊 衣服脏兮兮的 像个乞丐 她的青春和激情 全部都奉献给摸索利尼这个疯子 现在她一无所有 尼诺回到自己的家 这里已经住满了人 她的玛琳娜 不知遵用 没人愿意和尼诺说话 大家都装作不认识她 她现在已经没有了一切 她只想带玛琳娜回家 尼诺的过去都奉献给了摸索利尼 但是何尝又不是为了保护这个国家呢 但是现在她是罪人 少了一只胳膊 不再是尼诺上位 别人一拳就能把她打倒 告诉她 到西西里的妓院去找吧 可能在那里 雷纳托给尼诺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和雷纳说了一切 尼诺只身东上火车 尼诺再次回到西西里 这次是和玛琳娜一起 这里的一切还是照旧 那些人还是那些人 律师还是那个律师 法官还是那个法官 尼诺和玛琳娜就这样平静地走过街道 走过这些人的眼睛里 雷纳托的小女友问 为什么大家都在看她 雷纳托说 没什么 玛琳娜来到菜市场 大家都在讨论 她眼角多了皱纹 还胖了一些 她怎么还有勇气回到这里 有人试着和玛琳娜打招呼 玛琳娜愣了一下 用法语说 你好 菜场瞬间恢复了活力 有人招呼她买西红柿 有人挽着她的手 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雷纳托帮玛琳娜捡起了地上的西红柿 说了句 好运 玛琳娜夫人 转身骑着自行车飞速离开 她要逃离 逃离这场春梦 逃离纯真 逃离渴望 逃离青春 逃离这个美丽的传说 围八 嫉妒让人面目全非 看看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 哪个明星靠干爹上位 某某艺人士的韩国种荣 谁谁谁生活中其实是渣男渣女 或者自己认识的人 做成了某件事 我们也会相互讨论 它是靠关系的 其实它是若即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 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而这部电影作品就像一面镜子 要时常拿出来照照 看看自己还是不是人 大海从不淹死人 淹死人的从骨到尽 都是一人一口的吐沫 语言是武器 口水是子弹 海上钢琴师的结尾 1900和弗吉尼亚号一起沉没到海底 面对着平凡的世界 它无能为力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玛琳娜的美丽是它唯一的罪过 天才的唯一下场就是疯狂和死亡 王尔德有一句话说得很恰当 大众出奇的宽容 他们什么都能原谅 除了超凡脱俗的人 影片的结尾 玛琳娜到菜市场买菜 她的衣着不再光鲜 女人们窃窃私语 你看她有欲尾文了 还胖了一些 有人试着和玛琳娜打招呼 玛琳娜愣了一下 平静地说你好 菜市场瞬间恢复了火力 有人招呼她买西红柿 有人挽着她的手 当她不再那么美丽 不再那么具有威胁性 变得和其他人别无二致的时候 他们愉快地接纳了玛琳娜 她令所有的男人着迷 令所有的女人嫉妒 我想到余话的一句话 如果想不被狗咬到 你就跑在狗的屁股后面 不要觉得自己跑在第一 就是很了不起的 这是很容易被狗咬到的 对于作家也好 对于艺术家也好 对于政治家也好 对于所有人 在人生中 跑在狗的屁股后面 那是一个最好的位置 看完这部电影 我只能感慨 还好我长得丑 躲过了多少风风雨雨 追选啊 追选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